OK,各位同学,大家好啊,说老师也很久没有录过video了,这次老师录video的原因主要就是要跟各位就要考SPM的同学们给你们一些tips,给你们讲,如果你今天是last minute,你last minute才要读书的话,你要怎样确保自己能够在SPM,SPM的Sajara这个科目怎样拿到A呢? 其实方法呢,是有的,而且也算是简单啦,OK,只要你们都是有做partial的题目,我相信要几个是很简单的,OK,为什么呢?说现在老师就给你们讲解这个原因了,OK,第一个就是kertas satu,OK,我们先看啊,整个SPMSajara他们的分数是怎样安排的,所以首先kertas satu也就是ABC,全ABC的题目,我们有30分,占有30分, kertas to work,OK,也就是有subjective,还有objective的这个题目,不是objective,subjective跟asset的题目,全部加起来,占有50分,然后kertas一个的话,就是 是带课本进去考场抄的,这个呢有20分,OK,说话我觉得这个kertas这个20分是非常简单的啦,因为你拿着课本进去抄罢了,OK,除非你完全抄错,我就没有话讲了,OK,好,so现在我们就assume,OK,assume如果你在SPMSajara你想要几个的话,最少要有一个50分啊,OK,at least 50 marks,OK,为什么我会讲50分不是40分呢? 其实很简单,这个是因为,每一年SPM及格的分数都不一样了,有时候他可以30分给你pass,有时候可以40分给你pass,有时候他可以给你50分才给你pass,所以我们就拿一个最安全的,就我们拿50分pass,OK,假设同学们,他要50分才给pass,我们要怎样拿到这50分呢? 其实很简单的,OK,第一个,我们在kertas最少要拿一个15分啦,OK,kertas讲有30分嘛,要拿个15分应该不会太难吧,只要你有做pass,OK,因为通常kertas他们出的那些ABC的题目啊,有些是出过了就再出了,有些甚至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要拿到这个15分我觉得不会太难啦,OK, 而且有些你们可以temppass了,可能temppass那么小可以temppass对了的话,我觉得不止15分啦,可能可以拿到更多,OK,然后kertas是最关键的,因为通常很多学生都会跟我讲,kertas讲哪分哦,又要写essay,又要写那些point完全不会,其实你们不要忘记,kertas里面啊,它总共是100分嘛,100分里面有40分其实是kbar题目啊,OK,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这40分的kbar题目拿满的话,我们就有0.4了,因为40除100有0.4嘛,OK,我们拿这0.4再乘50分的话,为什么是50分呢,我刚才讲了,kertas的话占有50分嘛,所以你0.4乘50的话,你会拿到有20分,也就是说在50分的kertas里面,你可以拿到20分,所以很多商人就讲,老师有这样多kbar,不要骗我哦,OK,再我给你们看一个, 。他自己真的有空这个,啊,这一个就是2017年 。他小,OK,啊,这是kertas,啊,还有屍体啦, 如果是你一只粉色种,我们是什么呢,所以可以看到每一集的最后一集,OK,看到吗,啊这是第1提吗,啊这就是第2游�,看到吗啊, 啊,这就是kbar的题目咯,看到吗? 就是黄河这个文明对现在的这个农业有什么贡献 这些全部都是K8 第二题的C看到吗 也是K8提过来的 OK 第三题的C 全部都是K8 第四题C也是K8 然后我们再看Session B的这个Asset Session B的话它有七题你只需要选三题来做 OK 所以也是一样的 在Asset题目它的最后一题小题也是K8提过来的 OK 这个R到假题目会影响到现在社会的这个和谐 所以这些也是K8提的 OK 还要你讲怎样威胁 OK 之前只要你会common sense 你会答案是logic的话 都可以拿到分的 OK 第六题 第七题看到吗 全部都是K8提过 所以也就是说 只要你们能够m准备的K8提目 要拿到20分不是问题了 然后Cadastica总共有20分 OK这20分的话我觉得 就算你拿不满20分 最少可以拿到15分吧对吗 因为这个Cadastica完全是 拿课本进去里面 超罢了 OK 所以15分加20分再加15分总共加起来就有50分了 所以我相信这50分肯定是可以让你们及格了而且也不会太难了 OK好 首先老师就把这个最强的这个Tips都跟你们讲了 OK 所以现在老师会跟你们讲一个 最后的冲刺版 所以老师安排的最后的冲刺版 也就是 那些 LAST MINUTE的学生 OK 假如 你们 很想 OK 在SPM Sajara及格的话 OK 然后又还没有什么读书的话 OK老师建议你们呢 现在要立刻去买一本 Parsier的书来做 OK 买Sajara Passier 就是从2011年2012年到2019年的Sajara Passier 买了然后做 OK做了过后 然后呢 在星期日也就是 2月21号 OK 2月21号 也是考SPM的前一天 OK 来出席 我的这个最后冲刺版 OK 所以我会放在2点半到4点 OK 第一点呢就是在你们自己舒服的家 因为我会在Google Meet 来举行举办这个最后的冲刺版 所以这个冲刺版主要是 会讲什么呢 我们会讨论到 KTAS Satu经常会 出的问题 还有KTAS Google的一些 经常会问的KBAT题目 OK我主要是会讨论这两个 OK 当然KTAS Tika的话我也会跟你们讲 你们要 注意什么题目 OK 今天KTAS Tika 会问的什么题目 OK 大概要抄哪里 然后呢 如果你们是守守卫报名的话 我们呢 我会给你一个 Early Bird的优惠 OK 说法这个 最后冲刺版我也不会收太多的学生 顶多30位罢了 OK 所以如果你们要报名的话 可以 在下面TM 或者是我会 在我的 那边放下我的那个Facebook OK 你们可以 来联络我咯 透过Facebook的Messenger OK Messenger 好 So 今天是年初二 老师也在此 跟大家 拜年 OK 希望你们 最重要就是要身体健康 OK 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 SPM考试 OK 也希望你们呢 可以 考到好成绩啦 OK 虽然这一次新年可以讲 是没有那么的 好玩 因为你们要考试了 不用担心 讨完试过后 还有很多个新年 可以慢慢给你们玩 OK 所以呢 还是就那句 OK 同学们要 勤洗手 OK 保护卫生 照顾卫生 OK 因为有健康的身体 还可以去 考试 考到更好的成绩 OK 好 所以老师在此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一 OK 拜拜 拜拜 拜拜